炎黄学宫比赛日 李天命身穿黑披风来到现场 耳边众人讨论的都是如今的当红人物李子峰 魂人忘记了他这个三年前为大家争逛的少年天才 而此时台下一声 成主到 众人纷纷低头心里 成主李延峰和年轻的老婆柳青走上台 今天不单是炎黄学宫的选拔赛 更是他们的大魂之日 台下李天命看着老爹这个负心汉 心中满是怒气 就是这个男人为了攀上雷尊府 废七废地张子 简直无耻 李延峰咳嗽一声 炎黄学宫选拔赛 正是开始很快 台上就跳出一人 正是他的二儿子李子峰 其他三段选手纷纷上前挑战 可李子峰抬手召唤出一头子电剧情 正是五阶半生兽子童虫鸣鸟 上啊青丰狼 去吧熊大 跟我冲文斯顿 尽管这些乌合之众一拥而上 也只是被一道子电贯穿 这过程中李子峰本人甚至都没有出手 五阶半生兽在手 未来必定是朱雀博的大人物 更别说他本人已经到达售卖进第七重 对比起三年前的李天明实力更强 李延峰也备敢有面子 可就在李子峰在他上大放厥词 无人敢战时 李天明开口了 等一下 嗖的一下非常勒台 李子峰 炎黄学宫的名额今天也拿不走 李子峰笑道 哼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三年前你能家族蒙修 五公和半生兽都被废 现在上来给你那个废物老娘丢人吗 李延峰更是激动站起身 天明你来这里做什么 子峰能有这虔诚做兄长 你该支持他 李天明却充而不闻 子峰的确不错 不过在他得到炎黄龄之前 我想再给他加一重考验 李子峰天狂大笑 就凭你这个废物 柳青和李延峰也笑了 自取其辱罢了 李子峰暴冲而上 李天明敢当我的路 我让你生不如死 可他这个宛肉迅雷的一击 却被李天明这个废物单手接住了 正常来说 李天明这条鼠臂弄得坠掉 但台大众人不可思议地看到 反倒是李子峰被阵队了好几步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的权力一掌 此时李子峰注意到李天明被包裹了左手 哼 竟耍些小手段 但你再怎么过度选取也没有 说吧 招呼半身兽子通鸟一起出战 李天明笑了 半身兽出战 正合我意 永恒练于凤凰 处战 鸡哥帅气登场 可见到小王鸡的瞬间 台下众人哈哈大笑 那个小鸡仔是他的半身兽 这怕不是来搞笑的吧 李子峰冷哼一声 小小鸡仔可笑可笑 子通给我吃了他 鸡哥毫不畏惧飞升不上 上次敢将他这么说话的鸟 坟头草都已经三米高了 瘦对瘦人对人 李子峰找上了李天明 李子峰对战李天明 这注定是一场碾压 哪怕李天明曾经比他强悍再多 但荒废三年时间 他也已经是个废人 没人认为李天明会有丝毫还手之力 可下一秒全掌相交 李子峰所有人大跌眼镜 碰得一下低劝被轻松接住 看好了 李天明速度猛然提升 无形间他双腿如同幻影 这是高频兽级战爵鬼影部 李子峰震惊无比 为何这家伙能如此轻松 这不合理 转头一瞥 只见他的五阶半身兽 也正在被鸡哥吊打 可现实往往比他想象的更加残酷 看哪那臭弟弟 在他头皮发麻的时刻 李天明陡然出现在其眼前 左手紧握灌满斗气 龙象重拳 这一拳如有龙象附体 力量恐怖的同时 还携带着高频震荡 更关键的是尤其左手活天壁打出 人们只听得一声闷响 再是咔嚓一声 最后是一声惨叫 只见那不可一世的天才李子峰 就这么直听听倒在台上 圣者李天明 另一边鸡哥也是毫无悬念 拿下紫童鸟 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直接给整个烟火城带来地震 李天明冷冷抬眼一瞥 仿佛是在告诉父亲李延峰 你看错人了 此时小老婆柳青 在李延峰耳边地狱几句 鸡哥一眼就看出 这娘们儿没灭好屁 果然下一刻柳青说道 还有一位李火城的小天才没出场呢 上来吧 千阳 接着一个摇着折扇的翩翩少年走了上来 李天明一下看出 这家伙正是雷尊府的柳千阳 鸡哥探道 瘦麦尽九重 比你高足足五个境界 不好搞咯 哟 李天明好久不见 李天明当然记得这家伙 当年林霄亭的跟班 也算是他的仇家之意 原来这家伙的姐姐 就是父亲和老爹兴趣的小老婆 柳千阳折扇一摇 闪电暴 这是五阶半身兽 而柳千阳本人更是寿卖镜九重 寿卖镜第四重 对阵寿卖镜九重 这场战斗几乎毫无悬念 他这次来 李火城也是为了争夺 紧延黄学功的名额 丝毫不客气就遇着闪电暴攻来 来吧 李天明 让我看看 这三年来进服多少